今年是西藏骚乱60周年 美国指西藏人民缺乏真正的自治 人权状况不断恶化 与此同时 中国国务院发表西藏政策白皮书 称中国政府为西藏开辟了光明的发展前景 香港苹果日报报道 中国国务院27日发表 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白皮书 把许多西藏人所称的 1959年中国血腥镇压西藏起义 称作民主改革 内容提到民主改革是西藏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西藏从此废除了黑暗的封建农奴制 建立起全新的社会制度 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各项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白皮书认为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下 西藏各族人民正与全国人民一道 为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讽刺的是 对比当局所称的民主改革60年 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桑盖 却认为这60年来中国政府剥夺了西藏人的所有权利 一直持续压迫 企图从地球上根除西藏文明 美国之音报导 尽管这白皮书以大篇幅列出了西藏在经济 教育和民生等领域的发展成就 但却没有解释如何让西藏自治区享有自治 不仅如此 白皮书还批评以达赖喇嘛集团为代表的旧势力 出于自身政治利益需要 以及对封建农奴制度的眷恋 否定民主改革 及否定西藏发展的巨大成就 这不仅是罔顾事实 更是开历史倒车 是对人类文明的反动 对此达赖喇嘛则多次强调 只有自己能够代表藏人 西藏起义60周年之际 中国发白皮书辩解西藏政策 也格外的引人关注 新闻时事报记者罗千竹 整理报道